安影8 Pro这个机器 我自己买的还没有发货 为了尽快把视频做出来 我就只能找了一个山东的观众买了一台 那么我这台是i7-12700 加上3060组合 1080P屏幕 手发价7999 也正是因为相比于安影108 家里人不加价的特点 才让很多人对它抱一很大期待 不论你买的是任何品牌任何型号 建议一定要跳过联网激活的时候 操作很简单 首先按一下Shift架F10 随后会弹出一个控制台 然后直接输入TASKMG 随后一个回车键 这个时候打开了任务管理器 点击一个详细信息往下滑 找到网络临界流 结束进程即可跳过联网 拆掉笔记本外包装 共有笔记本本体一台 电源适配器一个电源线一根 电源适配器这边给到的是 280瓦 笔记本裸机重量2.378千克 加按电源适配器3.081千克 机器支持单手开合 最大开合度135度 我们现在简单过一下配置吧 处理器是i712代 标准电压处理器 运行内存的话16G的海力税 我手上这一台 DDR54800MHz 16G双通道的 独立型卡是RTS30606G 140W的屏幕是京东方的 硬盘的话是悉数SM810 实际它是悉数的SM850 无线网卡的话是 英塔的AXR11 支持WiFi6标准 对了我手上这台屏幕的话 它是1080P的一个分辨率 很可惜 如果这是一个2.5K的话 那就真的太好了 暗影8Pro的这套模具 相比较暗影8做了一些改动 机器的A面外壳 十分有质感 我本人是十分喜欢 这种简约中透露一丝冷酷的设计 正中间的一个logo 也有原来暗影8的一个渐变色 变成如今的一个墨黑镜面 屏幕的观感还不错 可惜的话它不是2.5K屏 并且屏幕下方的这个下边框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兄弟们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反正我要说什么 你们懂得都懂 C面整体的一个键盘布局 十分工整 触摸板的一个按压反馈感很好 这点好评 并且也有数字小键盘 我有些怀疑 它到底还是不是键盘设计大师了 重点来了 成也地壳 半也地壳 地壳的一个整体设计十分工整 一线大厂就该这个样子 但是我手上这台本子 开头所出现的消焦问题 也是因为这个地壳引发的 后面我把这个地壳给拆下来过后 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消焦的问题 大事 你总不能让消费者自己拆了地壳去用吧 联想的证据者去年也是有这个毛病的 但是今年人家已经得到了解决 我足足抽了半包烟 喝了两瓶啤酒也没有搞懂 为什么要翻这么招人嫌弃的一个失误 然后这个消焦问题 在狂暴模式下是听不见的 会被分散的声音给盖住 有一点好评就是开启狂暴模式后 分散的噪音不是很大 差不多52-53分贝左右 比天远3甚至是拯救者还都要好 但是在平衡模式状态下 分散转速过低的一个状态下 它的消焦问题就出来了呀 当然了 我也不是为了去帮厂商说好话 这个消焦也确实是要在几乎 绝对安静环境下才能听到 我们平时使用场景 除了典型的图书馆以外 正常其实也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太大的一个困扰 问题的话确实是有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在我个人的一个接受范围之内 但是你站在消费者角度上来说 大家都是花了大几千块钱 谁不想追求完美追求极致呢 就好比每次我去楼下买香烟的时候 都想顺人家老板一个打火机一个道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的一个接口情况 机器的左侧 依次是USB-A口 耳机45网线接口 3.5毫米耳机耳麦口 然后耳机耳麦口旁边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SD的卡槽 但是这边我没有拍到 怪我对不起 然后的话机器的右侧有两个USB-A口 最后的话机器的后方有两个Type-C口 还有一个HDMI 还有一个电源接口 其中两个Type-C口都是支持雷电四协议的 接口情况还不错 特别丰富 两个C口 三个A口 新版本娱乐大师跑分 总分跑到了150万分 处理器跑到了66万8千分 显卡跑到了39万分 然后这是另外两个型号的一个娱乐大师跑分的成绩 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多大意义 大家看看就行了 记住了啊 这个参考是没有意义的 跑了一轮R20 看一下处理器的一个渲染能力 处理器单核跑分跑到了667分 多核跑到了5801分 单核跑分667分 比之前的暗影精灵8 581分 还有整局者Y9000P的628分都要高 但是这个多核5801分 有那么一点点低了 Time Spy 处理器跑到了13560分 显卡跑到了9511分 然后相比较联想整局者的Y9000P I7-360的话 这个跑分差不多了 相比较暗影精灵8也明显有着一个质的提升 不论是显卡方面还是处理器方面 相比较暗影精灵8已经拉开太大的一个差距了 用PR视频导出一个10分钟的素材 素材规格在这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素材已经导出完成 总共用时44秒 CPU单烤10分钟功耗90瓦 频率3420MHz温度82度 先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烤机 烤机的话分为单烤和双烤 同样都是测试机器在一个极限性能状态下 处理器或者显卡的一个性能表现 比如在单烤的一个状态下 CPU的一个功耗越高 频率越高 温度越低的话 那么这就是很牛逼的一个表现 懂了吗 单烤的意思呢 也就是单烤处理器 或者是单烤显卡 那么双烤顾名思义就是显卡和处理器一起烤 显卡单烤了10分钟 功耗140瓦 频率1552MHz温度76度 然后相比较联想整具者的Y9000P R173600而言的话 功耗频率都一样 温度的话整具者比它低了有12度左右 可以承认的是 Y9000P的一个散烤 确实是比暗影8 Pro要好那么一些的 但是并不证明暗影8 Pro的散烤就不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暗影机08 115瓦单烤 当然也是满血的了 温度59度 频率1372MHz 之前我就说了 暗影机08的一个性能释放太保守了 所以它的温度才会那么的低 然后双烤了10分钟 CPU功耗60瓦 显卡功耗110瓦 60加110的一个功耗表现 但这个时候 一个温度90 一个84 这个机器双烤情况下的话 它是侧重于处理器的 显卡功耗只有110瓦 但是处理器它有60瓦 不过它这并不能代表 你实际游戏体验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准表现 因为后边游戏 我可以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它的显卡功耗 是可以达到120到130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也就作为一个参考就行了 然后拯救者这边的话 是45瓦加130瓦 不过有一点真的要吐槽一下 这个温度有一点点高了 90 84 不过好在也还是可以 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好 但是 chain 这й 索尽 是 목 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